今日话题由奔赴暂时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您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组织的今日话题 这个进入到2024年已经一个星期了 今天星期五我们来聊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在今年2024年科技对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去年的时候风头最近大概就是人工智能的ChatGBT 它先是可以陪我们说话 然后可以帮我们写文章 可以帮我们作曲 可以帮我们绘画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逐渐的它可能涉及的领域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干脆就利用这点时间 就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 我们今年可能会遇到的科技 涉入到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东西 当然今天这个话题呢 先要告诉大家要涉及到一些图画 所以如果你有可能的话呢 你可以上到我们的YouTube的网站上 就是在YouTube打华语电视四个字 跟我们呢一边讲一边看 这是一个 同时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也没关系 等你下了班以后啊 或者有时间 你上到我们的网站上 www.am1300.com这个网站的首页 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 跟这个话题相关的几乎所有的图片 这些图片至关重要 你看不到呢 你不太就是有一个形象的感觉 我们在说什么 这个话题呢非常有意思 因为它涵盖的面呢非常多 也是一个大型的话题 也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讲完的 但是啊我们还是试图呢 从一些角度啊 给大家想一想 就是哪一些变化跟你 我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就先从一张图片开始讲起 那么这张图片呢 就引发了这方面的讨论 这个是美国新泽西州的铁路干线 那上面那个火车是来来往往的啊 怎么会站着一头牛呢 有一头牛在信部的 在铁轨上面漫步 你要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这人工智能做的 对不是人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首先这牛哪来的 对不对 那这火车是来来往 这不压死了吗 这个牛 那么我们就告诉大家 人工智能的挑战呢 就在这 就是真假难辨了 一个人习惯性的撒谎 有一天他讲真话 你也不信 这叫什么活该啊 谁让你以前习惯性撒谎呢 对不对 所以再告诉大家 这张图片是真的 对 这张图片曾经在这个社区媒体上 疯传一时啊 大家都在传 都以为好玩啊 这个东西在现在的社会当中 真的很少见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几个人看到过 一头牛 在这个铁轨上啊 而且就在这个车站的旁边 所以呢 但是人们一开始是怀疑 它可能是假的 但是是真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年 一定会碰到的一个挑战 就是你在 不管是网路上 人们转发的照片也好 你是在你的手机上 看到的一个图片也好 甚至在很多的场合上 你在其他的这个场景之下 看到的一些东西 你真的没有办法辨认 它是人工智能 那个自动生成的东西呢 就是编造出来的东西呢 还是修图做出来的东西呢 还是它就是原版 就是这个真实发生的这个事情 所以顺便说一下 这头牛呢 成功的被工作人员给解救了 它很安全的 很安全 没被撞死 对 所以这个不管是照片 视频甚至包括音频 有哪一天 有人用这个AI 自动生成的技术 模仿中序和高宁 做了一段今日话题 我一点不吃惊 什么叫哪一天呢 亲爱的高宁 这一天已经发生了 我其实上一次 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介绍过 但是时间的原因 同时今天也是没有时间 就是有很多的免费 当然也有收费的哈 已经可以了 我是不是上次说过把老照片变活 就我妈妈的老照片呢 黑白的照片啊 就给它上色了 不是上色的小意思 它讲话了 那张照片活了 头从左向右这么 我今天不想给展示 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妈妈的样子 但我也没拿别人做 就是他头左转右转 然后他闭着嘴的吧 啪一下就笑了 真的活灵活现 这还不算 然后呢 他还讲话了 讲的是英语 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呢 我操纵的那个 他还没办法讲中文 他也当然不知道 我妈妈讲话什么声音 所以他是一个 那个声音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 但是我告诉你 你到 你到网上 我上次已经介绍过 再重复 你到网上打赵本山 讲英文 对 这个是我看过 那个声音是他的 没错 没错 那个英文的嘴是对得起来的 是的 你知道吗 而且是极为标准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 这一天已经到来了 所以今天为什么说 要跟大家讲一些 能够佩戴着图片的话题 就是以图为正啊 是特别的不可思议的 你知道吗 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 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 当然有很多东西 你觉得好像无所谓 模仿赵本山说英文又怎么了 逗大家一乐 或者是什么 让某一个图片 加了一点东西 或者人工生成的一个东西 让大家逗大家一乐 觉得这个生活当中 没有办法发生 但是你别忘了 今年是选举年啊 这个选举年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出现一张照片 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说了几句话 如果你不知道 这话是真的是他说的 还是他的竞选的对手 给他用人工智能方法 让他说的 这东西就不好说了 所以呢 现在各大公司 其实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各大公司呢 就在这方面 做了一点努力 你比如说 OpenAI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的 就是ChatGPT 就是他的 他的这个技术 他就推出一个 这个功能来 就是让大家 帮助大家去识别 在图像当中 在这个视频当中 他到底是人工智能 这个自动生成的东西呢 还是人家 就是比如说 一个竞选人 他所真实说的话 所以各种各样的技术 都可能有 那么其中有一个技术呢 可能会比较普遍的运用 就是他在 如果要是 他是真的自己讲的话 和真的不是人工智能的 这个介入的话 那么他会 在这个视频或者照片上 他有一个叫做 镶嵌在里边的一个凭证 以后 这就像一个防伪标记似的 以后没这个防伪标记 我们大家理所当然的 就认为 这不是真的 或者说我们不知道 所以五大公司做这个事 第一大公司呢 就是OpenAI 他要求贴这个防伪标志 或者是鉴定标志 就是说这张图是假的 这是第一 第二大公司呢 叫TikTok 哇 那上面的视频海了血了 你知道吗 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他现在已经表示 在2024年呢 要尽全力的努力呢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这是第二大公司 第三个呢 是Adobe Adobe大家也知道 这个就是最著名的 叫做修版 这么一个软体 就是事后的 他给你那个后期制作的时候 他也要做这个叫做 Content Authenticity 叫什么 叫做内容凭证 或者叫做 验证吧 真实性的验证 这是第三家公司 第四家公司是Microsoft 他也要 第五 特别有名 Leica 这是专门生产照相机 镜头的 那个镜头 Leica的镜头不得了 那么Leica 他要出一个 就是说 用我的这个镜头拍的 然后你做了什么修改 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做了 就是说这五大公司 至少现在已知的呢 是要做这个工作的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也在前段时间玩一些 最近时间在 在关注一个叫Mid Journey Mid中间 Journey 途径 或者旅途 叫中途 这个大家有意愿的话 可以上去看一下 Mid Journey 这是一个大型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图片 这么一个生成器 但是它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 以往我拿一张我的照片 我拿一张高宁的照片 然后我说 我站在海边高宁 站在一个城市里面 对吧 请把我们俩 我就我让他合成 我给他这个照片 我让他做这种合成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 你要给他这个照片 但是Mid Journey呢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一种情况 变成就是说 语音合成 就你甚至连这张照片都不用给他 当然 它得在一个这个库存里面 就在它的库存里 得有这个东西 那么它大量东西 比如说 请在一盆君子兰特花的旁边呢 放一只什么什么种的猫 也就是叫做语言输入 或者文字输入呢 他就给你生成了 生成了以后呢 然后你就告诉他 好 这怎么改 全都是用话讲了 对 语音指定了 对 那么等一下 我就给大家展示他做的图 下次 欢迎您去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新日话题 这段时间呢 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科技啊 现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而且介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好 所以呢 我们干脆今天就聊一下2024年有哪些科学技术啊 可能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 改变大选 改变很许许多多事情 这头其实可以改变我们最多的就是人工智能了 对 而且我觉得啊 这段时间因为身边有人搞这东西 我是觉得 每秒钟我们都在落后啊 这是哪来的 这什么mid journey啊 什么这个legacy啊 什么这是 这哪来的 这是什么公司啊 什么平台 你不知道 有人知道 就这个特别的可怕 那么刚才已经小小的预告了一下 就是说 先咱们说说这个图片的生成和创作 也就是说呢 人工智能它除了生成图片以外 它自己创作 那么接下来呢 刚才讲过的mid journey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创作的一张画 叫做太空歌剧院 这张画呢 是2022年的时候 在科罗拉多州的博览会的美术比赛上 咏夺第一名 这是人工智能创作的一张画 就是 就是什么叫太空歌剧院 就是 那都是未来了吧 在太空上 有一大舞台 那上面呢 有歌剧 然后下面有这个观众啊等等 就这个啊 如果你现在看不到 没问题 am1300.com 接下来我们讲的这一组图片呢 全都在那个上面 那这个是太空歌剧院的这个情况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你看是不是很震撼 对 就是说这个你不是那个人说的你在这画一个什么 那画一个什么 知道不是 是你给他这个指令 他理解什么叫太空 他理解什么叫歌剧 这是他创作出来的一张画 太空歌剧院 当时评出来的时候 当时就引起震撼了 原因就是人们突然发现说 这不是人画出来的 这是机器 这是电脑自己生成的 就是说要是不告诉你的话 你会觉得是人画出来的 对不对啊 就是人生 等你看了又朝这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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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是人画的呀 然后他这个感觉这是他不光是画的问题 他可能还是有一个创意和结合在一起的问题 没错 就是他你先得构思嘛 对 那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太空歌剧院 那你从这不是举一反三啊 你举一反一百万 他能做出多少画啊 植物啊动物啊有的没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例子啊 还有一个呢 这个就让那个连 John Legend 大家知道这是一流的这个 这不是就是等于是一线的歌星啊 对 他太太是著名的模特 他都在推特上面 我现在本地下想不到他太太叫什么了 反正就是他在推特上面发了一个文 他说让我们怎么活 这个是教皇 现在的这个叫圣方极客 对不对 教皇穿的一件羽绒衣 泡泡的那个羽绒衣 这张图你永远不可能相信它是假的 这怎么办呢 这个让我们无比的困扰 就是因为把教皇塑造成这个样子 本身他带有滑稽的 但是呢他这个表情呢 教皇的表情又非常的严肃 所以这个叫做穿着羽绒衣的教皇 这张画也是 真的是让我们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是一个 然后我被他证号 Mid Journey 这都是那语言呢 唐朝疫情 中国唐代的疫情 这你怎么给他呀 你照片了吗 但是他理解中国的唐朝是一个什么样子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他自己给你画 他生成的 这简直就有点快 快达到那个清明上河图那感觉了 就他显然 我相信他显然受了清明上河图的一种影响吧 或者是启发 他肯定存了 他存了若干的这种中国的古典的这种画嘛 对吧 然后你一说是古典的东西 他马上就给你画出来 真的是特别的 而且细的不行 而且你看他那个颜色那个调调 他就不是现代的那个调调 但是古代的那种色彩 古代的那种感觉 叫做唐朝疫情 可能我们有些人根本没听说过 世界上有一个软体叫做Mid Journey Mid Journey 是由这个行程啊路程啊等等 但是他就在这悄悄的大幅度的进攻 然后呢 时间的原因了 我们就最后展示一张图票 这张是我压抵的一张图 这就是有两个人啊 在一堵墙前面呢 热闻 紧紧的抱在一起 紧紧的抱在一起呢 在亲吻 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 这两个人是全世界都认识的两个人 他一个人呢 姓拜 一个人姓川 那么这张图片呢 也是引发了一些轰动 因为什么呢 因为要是画的话是没问题的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不是画 这是照片啊 它的效果不是油画 你知道吗 他们站在一个充满了涂鸦的墙上 这堵墙有点像是那叫什么了 那个柏林墙啊 过去的那种感觉 你告诉我这张图 你怎么面对啊 未来 对 而且这种东西啊 以后我都不知道 这如果要是打官司 说是要告这个 说的话 就是要告他的话 你这叫做 这叫做 这是叫什么 诽谤罪啊之类的东西 你怎么去告啊 不能告 你知道吗 他用我的图或者 我们俩图可能还不一定 因为在美国呢 有一个叫做公共人物 叫合法使用的 就是你没办法告 你想想 对啊 那个拿川普 在那个叫什么 Saturday Night Live 就是星期六号的节目 一个演员扮演川普 那把他丑化的 你能告吗 对不对 他不管是图画 我们看他画着这个大肚子的 什么对不对 光着屁股 什么的 有的是啊 还有那雕塑呢 一个不是没穿衣服的 川普站在大街上 你能告吗 你没办法 谁让你是公共人物的话 大家有机会到网上 再看一下 有一个他创作的 儿童的一个 他已经到这个 就是儿童图书 一个就是 儿童图画嘛 一个不是儿童图画 就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品 里面需要插图 现在让他去插图 这个是叫做Alice and Spectacle 爱丽丝和一个奇景 这么一个 一个儿童文学作品里面 一个插图 这个插图倒无所谓 关键就是说 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 画家还怎么活啊以后 对 这个儿童文学作品的插图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 你看他画的 对不对 这是完全没有 没有人画一笔啊 全然他画的 时代周刊对这个画做了一个分析 说请注意这个小女孩子的手指甲 他说这个画的 是画的不太对 太长了 太长长的 不太对了 等等 有一些瑕疵啊 其实大家注意这个章画 还有其他的瑕疵 但是我只是说 那么接下来 画家怎么活啊 对 他完全可以改 所以这个人工智能 出来的第二个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可能就是他会逐渐的取代 很多人的工作 这个已经 这个已经到来了 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昨天好像 Google嘛 Google已经 就是说了嘛 当然他还没有正式宣布 但是呢 有一些 频道 有一些这个媒体啊 已经报道了说 Google现在正在考虑 大概最快在今年 大概上半年的时候 就会宣布裁员三万人 这裁员三万人的职缺 谁来代替呢 人工智能啊 全部人工智能 全部人工智能 而且他是销售部门的这个裁员 大裁员 所以很多这个销售 尤其是接待那个大客户的啊 就是比较重要的客户的 这些销售人员呢 销售就联系广告嘛 对对 联系广告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工智能 他写的文章 他联系的频率 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 约定的时间和这个截止日期 他可以给你 跟你进行正常的这个联系和对话 他知道他所有的促销的方案是什么 也不会被错 然后呢 他可以给你若干启示 告诉你说 你的这个广告 我认为这么写比较好 我认为这么打比较好 他可以给你很多方案 那这些东西是很多其他的人类 所不具备的 他拥有的这个综合的知识和 一门知识跟另外一门知识综合起来 结合起来的这个能力 是我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的 对 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就是2024年 这不是第一个礼拜吗 也就是最后的一天 我们在对未来展望呢 今天就是这一集了 那就是科技在这一年对我们的影响 刚才我们讲了只是叫做冰山之一角 那接下来我们再全面的展开 看一看他的文字的创作的能力 看一看他对我们的开的那个车 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以及我们手机 我们的电脑将会增加哪些新的东西 欢迎据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 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大家讲的是2024年 科学技术可能会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影响 刚才说的是这个人工智能 主要是就是自动生成这块 它在这个视频啊 图画啊 文字啊 这方面它自动生成的一些想象力 创造力和真假难辨 其实呢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会影响很多人 就是今年有50个国家地区啊 有选举 那么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这个涉及这50个国家的人口 投票的人口多少呢 说是差不多20亿啊 所以呢 这些呢 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就是四年之前 八年之前的这些假消息啊 这些虚幻的这个不管是谣言也好 是假的信息也好 假的图像也好 视频也好 就会满天飞 就会在这个双方在竞争的时候呢 各自出奇招 就用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呢 来骗人 来这个为自己增加选票 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 在前几天如果你注意的话 其实这个川普方面的阵营 已经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方式呢 来抨击他的对手了 抨击他的对手 共和党的对手 那个就是那个 那德桑特斯方面呢 也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 变成用这个 就是川普的声音啊什么的 来抨击川普 所以双方之间在这方面 已经开打 已经开始使用这个技术了 对所谓人工智能就是 不是说我这个广告是他设计 而是说你那个讲话的声音 就是你讲的 但是那话 你没从来没说过 但是用你的嘴 用你的声音 讲出一个 对讲出一个并不是你说的话 没错对 这东西我不知道这里面的法律 接线在哪里面 他们肯定有法律部了 他们的法律部可能是经过 仔细的研究认为 这个是不构成诽谤啊 还是怎么样 反正这就是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咱们回到老百姓的生活啊 电车 电车呢在2024年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它的销售呢会 稳定 但是不会增长的太快 但是有一个东西会帮助它的增长 这个东西叫充电 说实话 我没有开电车 我不太知道 但是 好像我的理解是 如果你买的是Tesla的话 那么你在Tesla的充电器可以充电 但是你买的是其他的电车 能在Tesla的充电器上充电吗 以前不行 但是今年可以了 对 这就是这个趋势 就是Tesla呢 它做了不知道什么 其实这个东西绝对应该统一啊 对不对 这个本来就不多啊 你在说这个充电站只能充这个牌子的时候 但是反过来说我Tesla 我干什么给你做一个你能充电的事啊 对不对 就是充电器 我干什么做一个你一个大众骑车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BMW之类的干什么 我给你充电啊 付钱呗 对 对吧 你用我的充电桩没关系 但是你每充一次电付给我多少钱 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那其他的电动汽车厂牌品牌也愿意啊 原因是你建一个充电桩建一个充电站 在美国要布好这样的局 那你要多少的充电桩啊 所以应该是统一的 应该就像加油站一样 到哪去 你有不同的品牌 汽油什么 汽油公司都可以 但是问题 不都是什么87号 89号 93号 就是这三种 你不管是到哪个加油站 你都是都是这三种 不是就很方便吗 那么同时呢 就是我们知道 在过去买一个电动车的政府 什么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啊 好几千好几千的 七八千有的 这个价钱呢 在2024年的时候会有所降低 有的可能干脆就没了 那但是大家哎呦 那谁还买 放心 因为他被另外一个东西 给填补了 便宜了这车 对不对 过去政府补欠你五千块钱 现在我这车比过去降降五千块钱 这不更好啊 别什么填什么表啊 什么之类的 就直接这车本身就价钱降下来了 而且是在四万元以下的这个电车呢 会更加的普及 所以这就是2024年电车的情况 那么说到电 咱们再说一个 这是对我们来本性更有用的东西 有了电车不怕停电 这怎么回事 对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电车居然充电的那个装置和电瓶以及电网连在一起了 所以呢这个在佛蒙特州据说是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使用了最大的当地的这个电力公司已经把电池变成一个叫做分布式的储存系统 我们都知道电池它是可以储存电力的 汽车的电池就是这样子嘛 它充满电以后它可以释放出电来 所以呢以后家里头停电 它那个汽车里边的那个电池 电瓶里头的电呢可以释放出来 就家里头不用怕停电了 你一停电我转过来 把这个可能它有一个装置把一个插头吧 就从这个电瓶里头 汽车的电瓶里头拿出来 插到家里头 照样会有照明什么的 然后它这个好处就在于说 这样一来的话 你以后 你可以在那个电的用量最低的时候 比如说夜里头 比如说晚上十点钟以后 你去充电 那电最便宜嘛 那个时候 那么在这个电网需要电的时候 你可以释放 把这个电等于是卖给电力公司 所以呢 就有这个整个的电网就变得 运行起来更加平稳 对大家都有好处 它就这个实现了一个 等于是这个高风期 补了低风期啊什么的 它就用这种 方法呢 使得电网运行就更加的顺畅了 接下来一个对我们也有直接关系 我们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使用的呢 是手机和电脑 那么在2024年呢 各大公司 他们会把人工智能 直接植入到你的手机或者电脑当中 就在你睡觉的时候 就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已经给弄结去了 就这些功能而且不需要通过云端 不需要上网 不需要用你的流量 包括语音的一些功能 现在已经有什么Siri什么之类的 按下去 但是到了今年呢 它会更加的增加这方面的内容 比如说 它会给你做一个什么的财务总结了 或者把一天的什么 跟你做 这个是小小的 关键是刚才我们也说过 人工智能呢 能够将已经消失的东西 能够把它给找回来 你要是会掌握这个技能的话 甚至可以跟一个已经去世的亲人 长时间的聊天了 你要知道 这个声音也是他的声音 嘴型也对得起来 然后你们聊的内容 人工智能他也知道 所以 对方呢 会跟你进行一番 就是这种这样的对话 然后苹果又推出一个叫做 佩戴式电脑 你看到了吧 对 3500还是5000啊 对 3500是吧 3500 3500 就是什么 就是像眼镜 就是蒙着了 把眼睛 你看啊 我们这电脑是拿在手里面 一个手机 巴拉巴拉 坐在前面打键盘 对不对 然后戴上这个苹果这个以后 那俩全没了 对不对 全都不用了 然后可能用语音操作 全都是语音操作 然后他那个屏幕在哪呢 屏幕就是他看的那个墙 办公室的那个墙 家里的墙 不是墙 是在你眼睛期间 因为你眼睛被蒙住了嘛 是一个眼镜 然后你拿手去点一个 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旁边人看你 你在这 虚拟的东西 挺傻的 在这举手 指手画脚子干嘛呢 对 其实你的手点的是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屏幕 对 以前我们介绍过 还有一个就是你把那个手掌伸出来以后 对对 投射到你的手掌上 或者投射到你对面的墙上什么的 就是说他的这个屏幕已经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屏幕了 已经是任何一个平面的东西只要是可以反射出来打上去的东西他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个穿戴式的这个电脑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什么穿戴式的比如说戴个手表什么的 你可以量你的心跳啊量你的这个健康状况什么的 叫小儿科了 对以后就就更全面了他甚至包括你的血压也可以检测包括你的什么其他的就是健康方面的东西都可以检测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今年可能就能做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大家最有用的呢就是那个叫做也不叫万能钥匙这个是叫 我觉得可以叫万能钥匙应该叫万能钥匙啊所以叫做那个passkey passkey为什么就叫password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你有银行的这个账户的时候他要让你设一个密码你有这个像我跟中讯定了很多这个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什么华尔街日报 五六十个密码 一个人都有五六十个密码你怎么记得住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能记住的这个能力是很有限的 而且这些网站呢他让你设定密码的时候还不能随便设定他说必须得有一个数字 必须得有一个大写字母还必须得有一个符号什么警字符号精叹号什么的这谁背得下来啊 你根本背不下来背不下来就很方便于是我们就只好回锅好多东西都是用同一个password 用同一个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就有记住了啊工方面的是这个家里头的是那个就分那么几组大概 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可是问题你的这个麻烦就在于时不时我们都会听说 哎呦一个什么保险公司的账号被入侵了银行的账号被入侵了一入侵 不是你的银行账号是整个银行的客户的东西全被偷了 偷了以后你他不是偷了你一个银行账户因为我们说的他的这个银行账户的那个密码什么的 他是用在其他地方也用了所以你的这个损失就很多于是现在当然现在已经有一点保护的措施就是两级或者是三级认证 他除了你输入这个密码以外他还发一个短信到你的手机上或者是还或者是你需要通话的话他可以打电话给你来认证是不是你这个人那这样比较麻烦 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呢他可以给你定一组数字啊这个数字呢叫独一全世界独一弯这就有点像那个加密货币似的你的这个钥匙只能开你这把锁 而且他那是面部识别什么指纹识别其他很多都是这样也就是说他就叫做一个钥匙管全部了那那么稍等会咱们再继续看一看2024年科技将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 今日话题由奔赴暂质播出 请上pe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今年啊 科技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 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今年大概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好的和坏的的影响呢最大的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了这个CHAT GPT这样的一个技术 刚好在前两天的时候呢纽约时报科技栏专栏呢有一个作家叫做 рублей 华欣 哇哇哇圣 就他呢写了那篇文章 这个很有意思啊 他因为是一个科技专栏的作家 同时他既是记者同时又是这个小说的作家 所以呢那他今年在科技版写这个专栏的时候呢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在写专栏之前 就是打开ChatGPT来核对一下自己的情况 于是他就问GDP 他说请告诉我一下 Wahini Vara这个人的个人资讯 他就让对方让这个机器人告诉他 他自己的情况 结果这机器人批拉扒拉跟他说 他是一名记者这是罪的 然后他说他出生在加州 这是错的 然后他说这个Vara 他曾经获得过两个奖项 还不错的奖项 什么国家杂志奖什么的 这也是错误的 所以他突然发现说 他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就提醒我们 说我们人类正在享受 正在运用这个科技 就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好处 节省能力提高生产效率等等 但同时我们必须要了解 他自动生成这个东西是不成熟的 而且是经常出错的 但是当他有了足够的信息了以后 他会大放光彩 比如说咱们举例了 他说托尔斯泰已经去世了 托尔斯泰他凡是能够在世人眼中看到那些文字 是不是都可以说在电脑里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人工智能就理解了这个人的思维方式 对不对 而且他对这个人的思维方式的理解超越我们 他的脑子里能记住托尔斯泰写过的所有的字 和这些字之间的逻辑的关系 然后我们让他用模仿托尔斯泰再写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是托尔斯泰从来没写过的 你认为他能不能写得很精彩呢 对不对 如果现在不精彩 迟早会写得非常精彩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纽约时报那个记者Vara 接下来要求他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人工智能呢掌握Vara以前写的东西嘛 对不对 他不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你以前写的不管是小说也好 还是报道和新闻 我都知道了嘛 我都已经输入到我的储存当中了 他让他写一个什么呢 他跟这个人工智能说 他说这样吧 你写一个东西是说 我Vara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科技专栏的作者呢 准备写一篇文章 讲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影响 写吧 对不对 对 你听一听啊 请大家注意收听人家人工智能写的 他说雨不停的敲打着窗户 然后接下来 Vara的文字中 回想着如交响乐般的情感 请注意他的这个比喻 因为接下来这个比喻像火山爆发一样的 就发挥了作用 他在告诉我们 当人工智能被充分结合到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 如果指挥得当 将会成为一曲多么动听美妙的株莲闭合之作 我的妈呀 你看啊 他的思维 你先了解他的逻辑 我不是普普通通写个文章 人工智能对人类提高效率 不是这样的 他已经发挥到他第一 他已经有一个创作 第二他有了一个叫做逻辑上的一个比较 就是他用了一个类比 写文章如同一曲交响乐 如果指挥得当什么意思 教响乐有个指挥呀 所以你人就是那指挥 他用的这个指挥这个字也在英文当中也可以是一个控制 对不对 但是他就成功的完成了这个我们就甚至是中国古代人家笔星的这种手法 写文章跟教响乐没关系 但是他把这两个比在一起 然后同时还有情感 教响乐抒发的美妙啊 激昂啊 等这种情感 当这两种结合的时候 而且他是说被充分结合 对不对 对 就是人工智能等于在这里自己表扬自己 最后的结果就是叫做株莲闭合呀 对不对 就是这个伟大而和谐的作品就产生了 对对对 这个就等于是人工智能 如果要是和人的这个各个方面 你如果就是只会得到 如果使用的正确的话 那么他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 我跟你讲 咱们以后也别弹琴了 也别画画了 也别写文章了 谈不过他 我也不知道我们以后该干什么了 祝大家新年愉快